今天带来三则特斯拉的最新资讯 特斯拉已开始向员工推出FSD V12最新更新 2023.38.10 特斯拉FSD在中国正在推进 Cybertruck上市前要了解些什么 本频道着重介绍本人30年职业交易生涯的经验与反思 在时机成熟时采访交易界成功的投资者和交易员 并且也介绍本人认为有价值的美股公司资讯 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 欢迎订阅按赞留言转发 并开启小铃铛 以便不错过我的最新影片 特斯拉已开始向员工推出FSD V12最新更新 2023.38.10 埃隆马斯克本月早些时候宣布 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FSD V12将在两周内发布 马斯克长提及的预期时间通常被公众质疑 然而这次 特斯拉似乎政安计划顺利推进 X用户Samuel Merritt发布新闻 并且被马斯克更贴证实 FSD V12已在内部推出更新 2023.38.10 FSD V12的这次更新 预计将在标题中删除Beta 与之前相比 最初向员工推出的规模似乎更加有限 考虑到此版本中变化的幅度 缓慢开始是有道理的 此次内部发布的时间点 与特斯拉的两场重大活动接近 距离SibTrak交付活动只剩几天了 活动期间 许多目光将集中在该公司 这使得特斯拉有可能向世界展示其最新突破 另外 被受期待的假期更新 通常被认为是今年最好的更新时间 距离SibTrak交付活动只剩几天了 活动期间 许多目光将集中在该公司 这使得特斯拉有可能向世界展示其最新突破 另外 被受期待的假期更新 通常被认为是今年最好的更新 预计将由Sandamask在未来几周内发布 其中可能会包含V12作为重要补充 特斯拉FSD在中国正在推进 据报道 中国四部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智能联网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工作 要求具备量产条件L3、L4级别智能联网车 在限定区域内开展上路试行 尤其首次明确事故责任判定 在这一背景下 特斯拉的FSD在中国落地 被认为进入倒计时阶段 11月23日 特斯拉中国方面也针对这一问题 对记者作出回应 目前确实正在推进中 不过该人士同时表示 至于何时能最终落地 目前内部还没有确切消息 此前报道 特斯拉FSD在北美地区已经去完善 有望在即将到来的V12版本告别β 并开始向更大范围的消费者群体渗透 马斯克早些时候也透露 FSD V12约两周上线试用 同时根据特斯拉博主透露 FSD已经在中国市场一切准备就绪 特斯拉中国官网在中国车主手册上 更新加入了FSDβ相关内容 更预示着FSD将落地中国市场 后来几天 官网又删除了上述FSD相关内容 今年以来 特斯拉中国一直在加大自动驾驶的招聘力度 这一切都表明 特斯拉正在为FSD系统上线海外市场做准备 由于政策和监管的不同 FSD占未进入中国市场 不过今年5月 上海市金信伟介绍 下阶段上海将进一步深化与特斯拉的合作 推动自动驾驶 机器人等功能板块在户布局 Cybertruck上市前要了解是什么 投资者和客户 下周将在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超级工厂 见到特斯拉的Cybertruck 感恩节假期前夕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科 在其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 Cybertrucks正在前往特斯拉北美门店的途中 此次首次亮相对马斯科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自2019年宣布生产以来 该产品的生产曾多次推迟 并且因供应链中断而变得更加复杂 马斯科还有另一项职责 即运营X 此前称为Twitter 该平台最近几天 因涉嫌在反犹太主义内容旁边 放置企业广告而受到批评 马斯科极力否认这些指控 根据汽车研究公司 Keliblu Book的数据 一让Cybertruck的初始成本 可能会让客户花费5万美元 上个月 马斯科还分享了一段Cybertruck试驾视频 据该公司的一名工程师称 该视频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路线之一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使用两辆直接下线的卡车 和一台Starlink Mobility设备 在X上发布直播 沿着巴哈1000拉利赛路线行驶 这是一条长达900英里的越野赛道 包括山脉 沙漠 沙地先人掌森林和岩池 究竟Tesla Cybertruck有何特别 可以引起在汽车界的热烈讨论 先看看Tesla Cybertruck 利落的车身外观和车窗设计 富含未来电影感的车身 有如一辆 随时可以对抗世界浩劫似的小型皮卡 而且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Cybertruck车身采用了30倍超强冷化不锈钢 在发布会上行政总裁Alan Musk更叫设计总监用大锤敲打车门 坚固的车身竟然丝毫无损 官方表示车身材料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钢材 可想而知耐用度有多高 有国外网友Tesla Owners Silicon Valley发布了一段视频 内容讲述了网友在路上偶遇Cybertruck 而车门上全是坑坑洼洼的 似乎全是子弹打出来的痕迹 引来了520万人的围观 至于车厢内部 当然有Tesla最大卖点 大型触控银瓶 座位可容纳六位成人 最特别的设计莫过于车尾的储物空间 在开启时 上方的护板会自动收起 接着只要打开车尾 伸出托板平台 就能轻松将物品放入 动力方面 特斯拉Cybertruck将配备四台电机 临至百公里加速时间仅需2.9秒 动力强劲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可达805公里 配备可调节空气悬架 进一步优化车辆架控体验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 欢迎按赞订阅转发留言 并开启小铃铛 以便不错过我最新的影片 感谢各位的耐心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